双十一购物狂欢节已经过去了将近两个礼拜 明星们在当时买的东西也陆陆续续的到货了 在拍戏演出之余 还要忙着收快递拆包裹的他们 到底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赶紧看一看 有点想把自己的手给剁掉 我也是买断手 哎呦 原来咱们的明星们也都是剁手党呀 确实 平日里工作繁忙出门要不方便 因此网购变成了他们发泄购物语的绝佳途径 虽说大家都在买买买 但路子是千奇百怪的 有的人是实用派 比如咱们SNH48的萌妹子们 像我的话我会买一些服装 然后还买了一些实用的小家具 就希望我的屋子可以变得更可爱一些 我买了浴巾 因为浴巾就是很重要的东西嘛 每天都要洗澡 然后每天都要用 然后你就多买几条囤着了 然后各种颜色来一条 这样也不会怕说拿不到浴巾这样 有的人走梦幻拍 比如最近正在厦门拍摄电视剧 重返20岁的胡冰青 我早就买 就是想好了放在购物车里存着 买了一个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小王子的水晶桥 选我呀 你怎么会买这个 就是觉得好梦幻啊 所以我说纯净的 本来我的第一支就还是准对 而且因为我很喜欢看那个那个小书跟就那本书和电影嘛 就摆着欣赏然后就自己感觉美美的 有的人是冲动牌 比如咱们的小宗郑元昌 我是一个非常懒惰的消费者 所以如果是在网路上不用出门的这种购物方式是非常符合我的生活习惯 我有时候会封就是实行封 就大家就不要再买不要再买 然后有时候就是他们要求快点买快点买 再有的就比如他身旁的好闺蜜陈妍 那绝对是李志派的代表 买东西事前做功课很重要 可能你可以上网去稍微看一下 大概这个价格会是多少 那什么时候买会是好的 然后也可以问朋友 我觉得朋友的推荐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常常你听朋友的推荐 因为他们试过 然后他们会有亲身经历过 他们会跟你说什么东西好用 通常这样去买都不会买错东西 瞧瞧姑姑这么会过日子的 怪不得咱们成小分分钟想把它取回家了 看完明星们的购物心得 小编也要友情提醒 打折成可贵质量价更高 网购确实爽安全最重要 吹风机 我不知道为什么老师买就是那种像生活用品这样 然后吹风机嘛 我当时看它是一个流线型的外形 然后到手了以后感觉就是 怎么说就感觉塑料用的材质比较差 会让人很后悔 当然也还有像小编一样 等了十几天 货物还没送上门的 在这里只到一句 快递小哥您辛苦了 赶紧送货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